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視線不佳 遭後方駕駛 開車追撞 傷重不治 但同一天收走 台北也發生一起追撞奪命車禍 實踐前方黑色造車 緊急剎車 後方駕駛急得狂按喇叭 但下一秒 重機騎士 煞車不急 撞上車尾 整個人翻了一圈 倒地不起 更在後方的造車也接著撞上 重機直接變成三明治 下一秒跟在後面的車輛 往右偏想閃車 卻直接演過倒地騎士 走車駕駛與乘客 撒得直說完蛋了 這起死亡車禍 就發生在新生高架上 當時35歲 柯姓南重機騎士 因為前方汽車突然擊殺 他煞車不急撞上 又連續遭到後方汽車追撞 中午傷重不治 原來這名重機騎士 曾經是氣象粉磚上的小編 這個月初還拍下 新竹天空美景 傳給正名點分享 沒有想到不到十天 卻發生憾事天人勇格 也讓親友與這些氣象同好 相當不捨 還是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葉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